在炙热的澳洲艷阳下 彩果工人熟練的从树上采下水果 澳洲农场以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背包客当打工族 无奈疫情时的背包客锐减也让澳洲农场大缺工 澳洲政府计划从4月28号开始调长彩果工人的最低工资 澳洲采果工人的时薪将从新台币540元起跳 正值工人的时薪甚至多达新台币650元 也就是说在澳洲当采果工人月薪起码新台币9万起跳 澳洲政府希望不要再发生工人被剥削的漏息 不过这项决定导致成本上升引起农场老板不满 而这也意味着未来水果会涨价 消费者得掏出更多的钱 而美国最大零售商沃尔玛也要为内部的卡车司机加薪 年薪最多可达11万美元约新台币320万元 疫情期间工艺链吃紧也让卡车司机需求上升 沃尔玛坦言加薪是为了吸引更多人加入并留住现在的司机 确保货能够准时送达 近期 杜兆林立威报导